俄罗斯总统普廷无视国际谴责 持续攻打乌克兰 而且公开警告 任何国家如果在乌国上空设置禁航区 将视同加入战争 普廷也说西方国家的制裁 如同对俄宣战 前北约盟军的最高统帅认为 这是普廷动用核武的前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是持续请求各国设禁航区 也呼吁民众起来作战 美国则是跟波兰讨论 由波兰向乌国提供战机的可能性 乌俄战火持续延烧 俄国总统普廷在撂狠话 警告各国休想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航区 否则适同加入战争 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普廷不痛不痒 还说这些制裁如同对俄宣战 前北约盟军最高统帅克拉克认为 这可能是动用核武的前奏 因为普廷已经打得不耐烦 加上他认定动用核武 北约会吓到让步 克拉克警告 如果西方国家退缩 让俄国攻下乌克兰 将连带影响台湾的处境 泽伦斯基呼吁民众起来作战 持续向各国喊话 设置禁航区跟提供战机 美国总统拜登也与泽伦斯基通话 讨论乌国的安全问题跟财政支援 以及持续对俄国制裁 另外美国也在跟波兰讨论 由波兰提供乌国战机的可能性 各界持续对俄国寄出制裁 信用卡支付巨波 Visa跟万事达卡加码宣布 5号起暂停在俄国的业务运作 即刻停止所有交易与服务 继继继继继继续